台湾的特色美食如珍珠奶茶和牛肉面 一直以来都尊受大家喜爱 然而,当这两样经典美食结合成一道创意料理时 或许就没那么多人愿意尝试了 近日,越南一家主打台湾风味的珍奶专卖店 推出了一款名为珍珠奶茶牛肉面的奇特料理 立刻引发乐意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震惊 甚至有人开玩笑说 台湾人终于理解意大利人看到特殊披萨斯的心情了 这家越南店铺名叫玉堂 在9月26日推出了这道独家料理 灵感源自台湾的牛奶锅底 该料理以鲜奶和高汤作为基础 加入红茶增添香气 再搭配台湾牛肉和著名的珍珠 打造出这款独一无二的珍珠奶茶牛肉面 店家宣称这样的组合独一无二仅在河内供应 每晚售价98000越南盾 约合新台币127元 并号召时刻来体验这场创新美食味蕾冲击 消息一经曝光 立刻在网路上掀奇热烈讨论 许多越南网友对这款料理表示惊讶 有人留言这是什么神奇的东西 你敢吃我敢卖 对人类失去信用 这完全超出我的想象 但同时也有不少好奇的网友 想尝试这个新奇的组合 而在台湾 这一创意更是引起了众多讨论 许多台湾网友表示 台湾人可以理解意大利人 看到特殊披萨时的心情了 这道菜根本是挑战台湾人的底线 来吧 珍珠奶茶和粉也该登场了 来互相伤害啊 台湾人有什么资格 对其他国家的台式创意料理生气啊 就是意大利人看凤里披萨的反应吧 我喜欢牛肉面 拉面 珍奶不代表要全部拿在一起挨 大家对珍奶牛肉面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小铃铛 你最先好看